青春激发福,满脸青春痘 被投资方替换,杨子这个童心被那么多人否定 但现在他又被世人认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杨子1992年11月出生于北京市,原名杨尼奥 据说他的父亲是一名消防员 因此在中国成功申办1993年的奥运会后 父亲非常激动,给即将出生不久的女儿取名杨尼奥 他通过在电视剧《家有儿女》中扮演小雪一角而为人所熟知 然而在剧中他曾被宋丹丹否定,被认为不适合演戏 青春期时他开始发胖并且满脸青春痘 渐渐的便接不到戏了 据说之后他没有参演《家有儿女》第三季 是因为投资方的女儿看上了杨子扮演的角色 想要接替他扮演下血因此杨子被替换了 此后他在一些家常里短的剧中扮演配角 只要有机会他便抓住了 然而当他开始展露头角时 杨子也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压力和争议 有人称他形象单一,缺乏独特之处 还有人质疑他是否只是一个过其一哥的花瓶 在一段时间里杨子接不到戏 他坦言感到痛苦 但他将这种痛苦转化为动力 开始努力学习 作为一个喜欢表演的人 他在高考时选择报考戏剧学院 杨子开始努力磨练演技 同时减肥只为在镜头前显得苗条一点 他几乎皆演了任何角色 以提升自己的演技 后来电视剧战长沙的制片方 正午阳光找到了杨子 他成功地被选中扮演该剧的女主角 该剧一开播便获得了豆瓣评分9.1的高分 他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角色 证明自己的实力 在面对各种困难时 杨子的坚持和勇敢无谓给了我们力量 杨子逐渐成为了暴剧女王 他的成功并不仅仅依赖于自身的容貌 而是凭借自己的才华 他就是杨子